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猛英雄李逵天性是杀 所以黑旋风李逵历来不为文人雅士所喜欢 例如极其推崇《水浒传》的鲁迅就急憎恶李逵 不过而说起李逵其人 此次在《新水浒传》中扮演李逵的演员康海 却有着自己的一番看法 我从小应该认为李逵是个英雄 大胡子 凶猛 武功个很高强 很健壮 有点愚重的 瞒不讲理 有点鲁莽 但是呢 还有一个李逵有可爱的一面 他当跟大哥宋江在一起的时候 当跟众兄弟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有很可爱的一面 就是李逵探母 去看他的老母亲 背他的老母亲去享福的时候 李逵又有孝子的一面 在《新版水浒传》中扮演李逵的康海 可以说无论是从外景条件 还是从个人气质来讲 从原度中的能源形都继续相似 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康海可也没少下功夫 接到这个水浒的这个李逵这个角色的时候 首先也是非常的高兴的 那么也做了一些充分的准备 首先要重新读了《水浒传》的小说 认真的读了《新版水浒传》的剧本 在武打上 就是在动作系上 基本上我没有用替身 99.9%都是我自己完成的 熟悉李逵的观众都知道 他有着一对无敌的大板斧 而偏偏就是这个道具 竟然也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在里面 板斧我在《新版水浒传》大概有四五套 五套 有两套铁的金属的 有一套玻璃缸的 有一套这个木质的 还有一套橡胶的 大概我记得好像是五套这样的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分成ABC三个组在拍摄 所以每个组都有我的这些斧子 拍动作打戏跟众多人在打的时候 是要用那种橡胶的 玻璃缸的 就是软一点的 木质的 当拍一些特写 一些近景的时候 比如说要把枪 十几砍枪 一幅子劈断 这个 要把那个柱子 一幅子砍断 他当时砍大旗的时候 用的就是征服 非常沉 大概每支将近三十斤 两支就差将近六十斤了 我走了 很受罪的用胶水沾 然后用酒精棉网来往下擦 而且我们拍这个两部大戏啊 我都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冷的冷死 热的热死 非常非常的难受 遭嘴 所以演员在电视上那 那些几分钟的那种荣耀 精彩的那个瞬间 那些画面 其实在背后是流了很多的汗水 包括血水 而在谈到担不担心被定型的时候 慷慨一面盛赞自己的同时 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非常觉得就是 路要一步一步走 踏踏实实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说老小姨也成名啊 当然也有啊 但是这种事 好像落不到我头上